从印度到越南,再到墨西哥,西方媒体炒作了多少新世界工厂。 最近这几年,西方媒体总是在炒作一个又一个的新世界工厂,在最开始确实引起一阵子的热议,加上当时很多外国企业建设在中国的工厂也都纷纷跑路去越南、印度等地区。 于是,中国国内有人就担心,制造业转移会导致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,从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员。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,西方媒体渲染和炒作的制造业转移对中国几乎没有影响。 就比如代工巨头富士康撤了很多在大陆地区的工厂,但是我国并不在意,转头又孵化出比亚迪、力讯金利等代工行业的巨头,把富士康让出来的市场份额瓜分了。 在反观富士康去美国搞的超级工厂,原计划占地1200万平方米,员工1.3万人。 结果五年过去,就建了几个仓库和一个所谓的研发中心,员工也才几百人。 而越南、印度以及墨西哥等地区确实有成为世界工厂的潜力,但自身缺点也很多,想要击败中国无疑是吃人说梦。 有请下一个世界工厂,越南扶不上墙,想取代中国还差得远。 近些年来,越南在西方媒体的口中一度有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趋势,但最终结果证明,越南还是烂迷扶不上墙。 由于大量外资在越南建立工厂,越南经济在2022年迎来8.02%的高增长,本以为是开始,结果是巅峰。 2023年,越南经济增长下滑,预计无法达成增长6%的年度目标。 大量企业裁员,失业人数已经超过20万。 为什么越南的制造业突然之间就有点崩溃的迹象了? 前一年不还是欣欣向荣吗? 这是因为越南的基础建设太差了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工厂建成,越南的电力供应一下就紧张起来,经常出现断电的情况。 很多工厂因为电力供应不够,不得不减少接单数量,加上世界经济整体下行,来自欧美的订单少了很多。 越南盲目扩张的制造业引来收缩期,出现大规模关停工厂和裁员的情况。 连工业生产最基本和最必要的电力供应都无法保障。 越南又谈何成为世界工厂呢?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为何几乎无法撼动? 原因主要有两个。 首先是因为中国制造真的太强了。 我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基础建设强大。 物流、电力等工业基础,不仅管购而且管好。 在这一点上,越南、印度和墨西哥都难以媲美。 其次就是,那些新世界工厂自己太弱了。 越南我们介绍过了,虽有人力成本的优势,但基础建设不成熟,连基本的电力供应都不能保障。 至于印度,尽管他们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,劳动力丰富。 但同样面临着电力的问题,印度的电力体系一团乱麻,撕拉电线和偷电的情况屡见不鲜。 而且,印度人做生意目光短浅,爱搞杀猪盘,想跟他们合作的企业不多。 最后是墨西哥。 墨西哥这些年的制造业非常亮眼,在2022年时超越中国,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同时还在全球吸引了数百亿美元的投资。 但墨西哥国内政治环境复杂,并且离美国太近。 以美国做过的事情来看,只要墨西哥养肥了,离被吸血也就不远了。 可以看到,有制造业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国家多多少少存在着短板。 想要和中国竞争世界工厂的位置,目前来看,基本没啥希望。